第七题 在学校嘉乘课学会制作糕点 大展身手为年菜准备甜点 制作面食食品时 碳酸胺可作为膨胀剂 因其在加热分解时可产生气体 使面团膨胀 反应式如下 反应生成的X为一种具有吃气性味道的气体 则X为下列合者 那么我们这题有两种解法 第一种是利用我们的Dollar Tune的原子说 加上一些我们曾经学过的知识来判断 我们学过的知识里面 我们告诉我们二氧化硫跟胺呢 是有吃气性味道的气体 所以答案是C或者猪 但是Dollar Tune的原子说告诉我们 化学反应其实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跟数目没有改变 所以呢这个前面有碳后面有碳 前面有氧后面有氧 前面有氢后面有氢 发现了这个X呢 一定要有一个氮才可能是对的 因为呢我们目前后面没有氮 所以我们答案要选择有氮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答案呢 应该是猪氨的这个部分 第二种解法是 也是Dollar Tune的原子说 但是是利用我们根据Dollar Tune的原子说 所做的化学反应的平衡 我们前面有一个碳 后面有一个碳 所以碳解决了 前面有三个氧 后面有二加一个氧 所以有氧也解决了 前面呢有四二德巴 有八个氢 后面这里有两个氢 所以呢我们还会有六个氢 那么我们这边还有两个氮 还有两个氮 而这里合起来变成2X 所以2X要变成有六个氢两个氢 所以它应该是NH3 这样有二才会是两个氢 六个氢 所以根据我们的化学反应的平衡 我们也知道答案呢 应该是氨 所以呢第七题 我们说X具有什么是什么东西 我们答案呢选择是猪 NH3氨 是我们的答案OK